穿着黑上衣的女子冲进机车行找救兵 恐怖前夫找上门 店家赶紧出来关切 戴安全帽的男子想找前妻麻烦 车行员工联盟劝阻 男子怀疑前妻和代工厂老板出轨 26号下午他带着汽油弹 前往南投资间透听错 找代工厂老板和前妻理论 商方爆发争执 前妻躲到隔壁的机车行 男子气不过朝黄姓老板丢直汽油弹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纵火男子也被火烧伤 痛苦大喊 至于52岁黄姓老板 全身有62%3度烧烫伤 在家户病房插管急救 有生命危险 他好像是抓狂的 抓狂 对啊 他打了以后 纵火场跑出来 追着那个女的 女的跑到我店里面 原来37岁的嫌犯 早有前科 曾拿强酸扑撒前妻和孩子 造成小孩脚步灼伤 当时已申请家暴保护令 这个纵火人 我们已当场逮捕 公共危险 以及家暴法案件来移送侦办 嫌犯持错 竟然把黄姓男子烧成火球 警方一杀人未遂 纵火等罪嫌送办 但女子明明已经离婚 依旧摆脱不了恐怖情人 记者黄祥复 王百一南投资访报导 即将会打进去 ким水炮 或英神 严上 複製 麻ー 感谢观看